新闻大败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这个提供给观众朋友做参考 我们知道拜登下个月 他就要去这个所谓的中东来出访了 他可能要牢牢掌握住几个盟国 包括沙鲁地阿拉伯 包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盟邦 美国的盟邦叫做以色列 我们来看看最近以色列干了什么事 以色列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朗目标 做了一个打击计划 观众朋友 这个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以色列当然他跟伊朗也是世仇 他们认为伊朗境内 叙利亚境内有几个伊朗的目标 就是可能他资助叙利亚里头的反叛军 或是他们想要打击的目标 他要做一些攻击 那他会秘密告诉美国 等于是美国来审核说 我告诉你美国 我的攻打计划是什么 美国人知道 美国人允许 这个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爆料 他要确保以色列的轰炸 不会干扰美国对伊斯兰国 就是伊斯兰国 就是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的军事行动 因为现在在这个叙利亚境内 其实蛮乱的有伊斯兰国 也有其他所谓的武装分子 所以美国会去轰炸ISIS 以色列也有他们轰炸的目标 其实蛮惨的 所以我们看看 现任跟前任美国官员 他就说叙利亚 他实施许多空气行动 这些都要经过 美国的中央司令部 跟五角大楼 五角大厦 高级官员的 事中暗中的协调 以及批准 你去轰炸其他国家 没关系 美国知道 而且是帮助你 是这样的事情吗 那这个以色列跟美国的关系 那当然不言可遇 非常的紧密 可是现在有一个事实出来了 以色列过去 在美国是归为 欧洲司令部的管辖范围 可是从去年九月开始 美国国防部就宣布了 以色列跟其他中东国家 列为中央军事司令部的 职责范围 这件事情其实就蛮奇特的 就是要把它地位 往中央来升级吗 美国到底是怎么样盘算的呢 有可能是因为 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的 这个军事关系的规模跟实力 已经符合美国在 这个地区的利益吗 那他们的目标就是伊朗 因为我们知道 伊朗它过去美国 一直不断的指控说 它在发展核武器 那今天也有一些新闻出来 美国说 以色列其实有一个 核子地道网络 那它在秘密的在地底下发展 它的核武器 而且据说快要成功了 我们可以看到伊朗 伊朗难道真的已经在发展 包括可怕 或者是有威吓性的核武器 以及它的无人机攻击队 我们上一个月有跟大家来 报导这件事情 有100架无人机的影片 在伊朗军方的地底下的秘密基地 有记者去采访 还非常神秘 把记者的眼睛给蒙住 我怕他们知道确切的位置 而且外界也拍到伊朗 准备发射火箭 这是最新的卫星照片曝光 显示伊朗在太空能力上面 再跨越了一步 并且可以看到 在核子武器方面 伊朗也承认 他们关闭了 国际原能总署的监控镜头 所以外界其实不太知道 他们的核武进度到底到了哪里 现在拜登要出访 当然包括沙烏地阿拉伯 包括以色列 对付的对象恐怕就是伊朗了 我们可以看到 对拜登来说 是不是有一点忍辱负重 因为过去有一个记者 被谋杀大家记得吗 那个时候 拜登还骂 骂沙烏地阿拉伯 骂说你们这个地方这是建民 可是现在要把他拉拢了 又变成盟友了呢 又变成盟友了吗 为了之后解决他眼前的问题 通货膨胀 油价的问题 先请教赖老师 我觉得对于拜登来讲 他确实是亮难 因为他在召开美洲峰会的时候 他标榜的是人权跟 法治的问题等等 民主的问题 所以他说有关于古巴 纽约瑞拉跟多米尼加 不是民主的国家 不符合人权的标准 所以他们不能来开会 但是问题就在于 他们因为这样不能来开 他们有权力来开的会 你拜登如果跑去跟 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厨见面 而这个王厨已经被指定 就是国王的接班人了 已经被指定了 他拥有实权了 而他本身杀了美国的一个记者 而且是一个大爆的记者 而且把他送到角落机把他绞碎 很残忍 很残忍的不见 这些因为都找不到 而且大家已经有充足的证据 就是他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而且沙烏地阿拉伯 也不是民主国家 那既然不是民主国家 你为什么可以去 更何况这个人也违反人权 你怎么可以去跟他见面 所以当时拜登就左右为难 因为当他之前发布这个信息说 他要到以色列 到沙烏地阿拉伯访问的时候 就已经被攻击了 所以后来他采用的方法 就是缓兵之计 说我六月就不去了 可是后来 对沙烏地阿拉伯来讲的话 他就觉得你把我当什么 另外一个问题 就对美国来说 他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糟 他的能源的问题 压力越来越大 而他之前采用恐吓威胁 他的私优商 说我给你克很高很高很高的关税 不是 克很高很高的利益税 是 因为他赚太多了 对 所以你赚的简直是黑心钱 可是美国的私优商就说 你扣关税我就再抬高价钱 就是这么简单 结果拜登到最后就是设立那人 就是装的那个样子以后就说 拜托你考虑一下我们 不要把价格下降多增产 私优商就说市场机制 所以硬的不吃 软的也不吃怎么办 就找梢弟来帮忙 要他增产 那不得不 不得不那就违反了 就打自己的嘴巴 你当初在美洲峰会 讲得这么的明白 态度这么的强硬 结果你跑去见沙特阿拉伯 那你就可以知道 还是跟现实低头 但是美国的信用 在国际间就破产 所以他的标准不一 这个记者的未婚妻就说 拜登去访沙国真的是令人蒙羞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到底谁有资格拥有核武器呢 像是伊朗 据说他们在偷偷研发 美国就很紧张 美国很忌惮 很害怕 伊朗又用制裁来压制伊朗 最新的新的一波制裁又来了 可是据说伊朗的核武器 已经发展到快要成功了 到时候再过一年 核武器就问世了 我想伊朗被包围被制裁 他想保护他自己国家的话 他就只有发展核武 因为在中东地区里面 多少年来 美国就把以色列当成一个看门狗 在这里帮他管这个中东 中东的油源就是美元霸权的根据 所以他不可能放弃这个东西 那在中东的局势来讲 能代表中东能够对抗以色列 最有实力的就是伊朗 所以以色列很care伊朗 所以这次你刚刚讲的说 到中央司令部去会商 这个打击的目标是非常有可能的 那伊朗的核武发展了那么多年 中间跟欧巴马他们也有协议 就是我停产原料送到俄国去 你就不要给我制裁 结果以色列反对美国也翻脸了 就是说背弃了这个协议 那现在伊朗的进度是不是一年 我只知道说 它的又提炼的浓度现在上升了 它突破了20% 它现在也在60% 有人说是80换句话说 它可以拥有自盒子武器的原料 第二个它也在拼命发展火箭 你盒子弹你不是在自己家里引爆 你要送过去 那载具其实以色列也准备很多年了 就是说它发展萨德拉各种拦截的 就是因为巴勒斯坦 也拿一些土制的火箭去打它 所以它针对伊朗的大威胁 它的小威胁是巴勒斯坦 大威胁是伊朗 所以以色列不但是加强拦截的系统 而且跟中央司令部 又在计划打叙利亚 还可能包含到伊朗 它对叙利亚境内不断的轰炸 这件事情是OK的吗 怎么可以随便轰炸 你问它什么事情是OK的 那当年博安战争它的理由是OK的吗 这个大国为了霸占自己的利益 那个表面上的理由都是假的 所以你看拿包洗衣粉就说 人家有毁灭武器 打完了收了一两年 就收不出个证据来 那今天叙利亚干预你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大国的霸权 没有什么道义可讲的 也没什么信用可讲的 那伊朗的这个和费核的这个协议 早就达成了 结果你这样 对不对 说费就费 所以至于中央司令部 因为美国现在的遥控的能力越来越强 欧洲司令部 往这个东扩的事情就忙不过来了 中央司令部可以直接操控的 无人机的作战 在Tampas还是哪里 就是它的指挥部 因为中央司令部 它就是跟中东关系很深 好 将军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好 我们来看美国在中东的布局 来 请教阅老师 你这里问要讲说 美国是不是要重返中东的领导地位 我刚才讲根本都不可能 但目前只是美国带来的一团混乱 美国在中东产生混乱的三大原因 第一个就是美国对以色列特别好 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有人讲说 美国什么都听以色列的 不是这么简单的 因为以色列本身的话 是用宗教的心理在中东建国 美国的话 有很多人支持这个宗教心理 所以就没有选择 但以色列在中东干的事情 刚刚讲讲得很好 就是基本上的话 就惨无人道 就是以色列带来枪就进了清真寺了 这非常凶 第二件荒谬的说话是沙烏地阿拉伯 沙烏地阿拉伯是整个中方地区 最不讲人圈的地方 却是美国最支持的地方 但是战力最弱 沙烏地阿拉伯根本就连那个 燕门的那个胡塞武装部队 民兵都打不赢 打成这样子 人家穿着拖鞋丢飞弹 还把飞弹丢到优点去 那美国最中东的第三个 荒谬就是面对这个伊朗的事情 从而反而不说 始终是把伊朗当成一个 真正的贱民来对待 那这种情况下 伊朗现在通过风筝问题 非常严重 根本就是 一口水